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利亚德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 他说,美国有个计划,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 让乌克兰在军事经济和民主方面成为一个成功强大的国家 人们可以看到乌克兰的未来 乌克兰经济将逐渐强大起来 然后,欧盟与乌克兰展开入盟谈判 有关俄乌战争,布林肯说 俄罗斯的侵略已演变成了俄罗斯的战略崩溃 与世界上多数国家打交道的俄罗斯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都已处于弱势 如果俄罗斯表现出真正的谈判意愿 我们一定会与俄罗斯进行谈判 当然,乌克兰人也要参加 普京最初为乌克兰制定的计划 是将其从地图上抹去 然后并入俄罗斯联邦 但普京已经失败了 布林肯表示 俄罗斯去年在弹药、导弹、坦克和装甲车方面的生产速度 比现代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快 俄罗斯正在重建其国防工业基地 而欧洲各国为此担心 一旦俄罗斯在乌克兰成功 它将被用来对付欧洲 布林肯强调 北约从未密谋针对俄罗斯 也不会这样做 正如美方此前提到的 北约是一个防御联盟 对俄罗斯没有任何的侵略企图 过去也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 布林肯说的就是事实 比如说北约不会侵略俄罗斯了 其他国家也不会入侵俄罗斯 只要俄罗斯放弃侵占别国领土的幻想 世界上就不会发生大的战场 俄罗斯二战后没有进步 一直对别国领土窥视不放 没有把精力集中在发展经济方面 任是保留在18世纪 论军事力量 三个俄罗斯也不是北约的对手 只是北约不贪婪别人的土地 有人认为俄罗斯军事力量是很强大的 甚至可以横扫北约 通过乌克兰战争 能够发现北约指向乌克兰 提供了一些淘汰和即将淘汰的武器装备 乌克兰就能抵抗俄罗斯的进攻 如果美西方向乌克兰提供现役武器装备 俄罗斯连乌克兰也赢不了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最近的讲话中说 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是多数人关注的问题 而多数人关注的问题自然就是政治问题 为了让乌克兰在政治上加入北约 我们需要一场胜利 他表示俄罗斯之所以在两年前 对乌克兰发动全面的入侵战争 主要原因是乌克兰在这场战争前没有加入北约 俄罗斯认为乌克兰是孤独的 试图像2014年那样轻松的从乌兰手中夺取土地 因此乌克兰只有加入北约才能安全 近日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又发动了导弹袭击 乌克兰军方报告他们拦截的一枚俄罗斯导弹被击落后 正好砸中了奥德萨法学院那里发生了火灾 乌克兰军方称本次事件造成20人伤亡 其中正在法学院参会的乌克兰人道主义大学副校长鲍利斯 瓦西里耶夫在袭击中去世 乌克兰最高拉达前议员基瓦洛夫身受重伤 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俄罗斯的袭击只会班舌头砸自己的脚 乌克兰军队早已有了回应的能力 俄罗斯国防部周二表示 俄军防空系统在过去24小时内 击落了乌克兰发射的6枚 美国制造的陆军再出导弹 和法国制造的两枚导弹 实价乌克兰无人机 但俄罗斯国防部没有说明 这些导弹是在哪里击落的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扶持的傀儡 阿克斯约诺夫表示 ATACMS导弹在半岛上空被击落的 另一名傀儡 罗格夫在电讯频道上写道 俄军防空部队在顿斯科伊村和 新非罗伯尔上空启动了防空系统 武汉人发射几枚弹的导弹 试图袭击半岛上的目标 这些导弹被俄军防空系统击落 附近地区发现了未爆炸的弹体 我认为 罗格夫说的不真实 如果有坠落的未爆炸弹体 俄罗斯能把照片贴到美国大使馆门口 俄罗斯媒体报道说 当天早些时候 克里米亚首领的顾问 克柳齐科夫呼吁克里米亚公民 不要拍摄防空系统启动的照片 也不要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相关图片 此外 克里米亚大桥的交通也在夜间暂停 美国援助给乌克兰的远程战术导弹 已经在乌韩战场使用 这一点已经被证实 俄罗斯说 拦截了多枚乌军发射的巡航导弹 他们没有拿出可信的证据 估计又是精神胜利法 美国援助给乌韩的陆军战术导弹 是弹道导弹 弹道导弹与巡航导弹不同 弹道导弹速度快 拦截难度高 就俄罗斯那些防空系统 拦截的巡航导弹还会有用 拦截弹道导弹的难度不小 在过去的24小时里 俄军损失1250人 前线战斗仍然非常激烈 乌军继续对俄境内目标发动打击 两战地区一座大型料产 被乌军无人机击中 发生火灾 乌克兰军事情报局29日表示 俄罗斯南部军区严重减员 俄兵正在逃离他们的阵地 也有超过18000名士兵开小差 其中约12000人属于第八联合军 该部队部署在乌克兰的东部 报告说 这1.2万人中 大约有1万人是动员兵 2000人为核动兵 利好乌克兰的消息 5月1日 以色列媒体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正在逐步的 放弃美国的爱国者导弹系统 原因是以色列的防空系统 更加现代和有效 在伊朗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 袭击以色列期间 8枚伊朗的导弹中 只有2枚被爱国者拦截 以色列空军宣布 在未来两个月内 第138防空营装备的 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 将停止使用 由短程的铁穹和中程 大卫投尸器组合取爱 以军第138防空营 共装备6套爱国者导弹发射系统 乌克兰需要爱国者导弹系统 由外交人员建议 将其出售或捐赠给乌韩 5月1日 乌韩空军发言人伊利亚 叶弗拉什表示 乌韩空军7代F-16 多用途战斗机 尽快出现在乌韩领空 当然 空军和所有乌韩人一样 都希望能尽快的看到F-16战机 出现在该空域 因此不久的将来就会看到 视频最后聊聊特朗普 封口费刑事案的进展 4月30 负责审理封口费刑事案的法官胡安 梅尔尚表示 由于特朗普在封口费案中 九次违反了禁言令的行为 构成了藐视法庭罪 因此 法官对其处以九千美元的罚款 同时 特朗普必须在三日十四时十五分之前 从社交软件和竞选网站上 删除九个违规贴子 法官警告称 法院不会容忍继续故意违反 其合法命令的行为 并将在必要情况下 施加监禁处罚 如果特朗普不听警告 依旧在犯 根据相关的法律 法官可以直接将特朗普 判刑入狱 美国媒体报道 特朗普发布言论攻击证人和法官 被法官判处九千美元的处罚 法官根据相关规定 特朗普每一次攻击证人和藐视法官 都会被判一千美元罚款 刚开始特朗普表示不服 未听取法官的警告 在法官对他做出第九次处罚时 特朗普也知道 钱来的不易 随后变得老实一些了 特朗普刷小聪明玩砸了 特朗普的律师和验星 丹尼尔斯的律师作证 并有录音作为证据 特朗普与丹尼尔斯发生那些事后 他们在一起达成了协议 支付丹尼尔斯13万美元作为封口费 其实特朗普是聪明反备聪明物 他和验星丹尼尔斯发生的事 不影响他的选举 支付封口费也不违法 他自己有点心虚 怕影响他的选举 然后通过支付律师费的形式 将钱转给他的律师柯恩 特朗普的这种操作方式 涉嫌违法犯罪 纽维州检察官 柯兰杰洛在开案沉死中表示 此案涉及犯罪阴谋 被告特朗普策划了一项犯罪计划 以腐败的参与2016年总统选举 克兰杰洛称 特朗普与他的律师柯恩和美国媒体 国家询问报出版商佩克密谋 通过隐瞒特朗普的负面信息来影响总统选举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夕 艳星丹尼尔斯公开宣布 他在2016年和特朗普有过婚外情 也就是在特朗普与梅兰尼亚结婚的第二年 当时特朗普涉嫌通过私人律师柯恩 向丹尼尔斯提供了13万美元的分口费 要求他对所声称的与特朗普的婚外情保持沉默 以免影响特朗普当选总统 涉嫌违反联邦选举资金法等 马尔顿检察官布拉格对分口费案调查五年 特朗普前律师柯恩反水成了控方关键证人 柯恩认罪称特朗普指使他于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 向丹尼尔斯支付了13万的分口费 以确保他不对外谈论与特朗普的婚外情 特朗普通过伪造商业记录 以律师费的名义分期返还该律师 垫付的13万美元 特朗普麻烦太大了 近期也没有闲心干涉原屋了 如果拜登身体健康没问题 特朗普今年大选仍会高开低走